小时候过年都好开心 现在想着真的太不懂事了 如果家里面其实有点凌乱 但是风婆要来怎么办 用很不备立的方式 你就可以很快地把桌面维持 回到一个清爽的状态 过了一年后一个礼拜 你都还在吃那些东西 你不觉得很厌倦吗 过年吃火锅就好 就有围炉的感觉 家里面要整的东西很多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就是先从三品三步开始 打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念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非待不可 我是佳妮小红 我是年轻主妇 年前主妇接力大作战 我们就开始吧 好 好